這感覺超差的 旅客到了菲律賓準備入境 但樓梯口被鐵蟹封住 還用紅龍阻擋 從半夜等到一早出太陽 旅客躺在椅子上睡 有夠客難 106名台積旅客 10號晚間8點55分搭乘亞航 11點半抵達卡利伯機場 但11號凌晨2點半 踩下飛機哭等3個小時 直到早上8點40分 才登機返台 另外也有人被困在蘇烏和瑪尼拉 三個機場共約有150人 歡迎男子不滿菲律賓禁令 不讓台籍旅客入境 氣得指著地勤人員罵 其他旅客全無奈坐著肝等 基本上現在航空公司 如果在當地滯留的航空公司 應該會派... 就像在... 就跟華航去接義大利的 其實應該是一樣 會派一台空空的飛機 特別去把我們的國人接回來 你買第三地轉機回來的 是可能會是比較快速的一個方式 不曉得旅客選擇自行買機票 從第三地轉機回台 旅客無法從菲律賓回台灣 改由馬來西亞、新加坡、越南、日本、韓國等地 轉機回台 菲律賓為了防堵新冠肺炎 頒布禁令 但台灣無端遭受波及 讓旅客傻眼 行程大受影響 接下來的綜合報導